经过一番搜寻 卢米安找到了不少金币 银币和铜币 共计197费尔金25颗配 这里面 光金路易就有五枚 至于只值钞票 他只发现了一些疑似的残骸 除了金钱 卢米安还翻出了一本小蓝书 这书以灰蓝色为风皮 十六开大小 在印第斯乡村和城镇广泛存在 他以日历为基础 融合了隶书与两大教会的宗教教义 对于指导农夫牧民们耕种 生产和放牧 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有相当积极的作用 当然 即使距离罗塞尔大帝倡导义务教育已近两百年 也依旧有大量的农夫 牧民 工人不认识几个单词 处在文盲状态 他们只能依靠周围某些人的解说 才可以从小蓝书上获取到想要的提示 卢米安随意翻了几页 发现这本小蓝书和自己家里的没什么区别 只是整体显得更旧了一点 有小蓝书 有这么多费尔金 这家人在乡下绝对属于家境很好的那种 科尔度村类似的家庭不会超过五个 卢米安丢掉小蓝书 将那些金币 银币 铜币分门别类的装入了不同的口袋 有的深藏在里面那件棉衣的兜内 有的安放于裤带里 有的随意塞在了皮质夹克的衣兜内 虽然卢米安知道这些金钱带不到现实 但他还是忍不住去搜集去保存 这些货金货银货呈现铜色的小东西总是让他一不开眼睛 过去的流浪生活里 哪怕只是一颗配 一里克的铜币 他都非常珍惜 常常为此和别人私打 冒着风险做某些事情 环顾了一圈 卢米安提上斧头 向更接近那座红褐色山峰的倒塌建筑前去 他一点点深入着 每次通过环形中间的空白区域时都心惊肉跳 害怕突然涌来出几十个怪物 把自己围在毫无遮挡的地方 淡淡的灰色雾气内 卢米安拱着腰背 来到一堵半坍塌的石墙后 蹲在那里 借此隐藏住自己的身形 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去 望向前方 那是位于两排被毁建筑间的狭长地带 没有树木 没有杂草 只有碎石 裂缝和泥土 突然 一道人影跃入了卢米安的眼睛 他站在对面建筑内 不知在凝望着什么 这人影穿着戴风帽的黑色长袍 背部看不出有什么怪异之处 就像是一个普通的人类 卢米安心中一紧 愈发警惕 这样的梦境废墟内 出现正常人可比出现怪物恐怖多了 似乎察觉到有人在注视自己 那身影缓慢转了过来 卢米安飞快瞄了一眼 连忙缩回脑袋 背靠墙壁 一动也不敢动 仅仅是这么一眼 他就有了自己是不是到了地狱到了深渊的错觉 那身影确实是个人 但他有着三张脸孔 六只眼睛 正面那张脸眼眸浑浊 眉毛稀疏 皱纹众多 俨然是个老者 左侧棱角分明 蓝眸有神 胡须浓密而深黑 仿佛一个壮汉 右边皮肤光滑细腻 宛如包壳的鸡蛋 一双蔚蓝的眼睛里透着明显的天真和懵懂 一看就不会超过五岁 这是什么怪物啊 卢米安努力控制着呼吸 不让心脏狂跳 哪怕在奥罗尔的恐怖故事里 这样的怪物都没有出现过 只有最深最沉最荒诞的噩梦内 才可能遭遇 虽然以貌食人不好 但光凭这长相 卢米安就直觉地认为三脸怪物比之前那个无皮怪物厉害不知多少倍 而且 他很大概率拥有超凡力量 永恒的烈羊 伟大的父啊 请庇佑我不要被他发现 当此情景 范信徒卢米安忍不住向永恒烈羊做起祈祷 如果不是他一只手还拿着斧头 如果不是环境险恶 他都会张开双臂 做出赞美太阳的姿势 这一刻 时间仿佛凝固了 卢米安认为自己可能出现了幻觉 似乎有视线穿透墙壁 落到了他背上 他背部瞬间僵硬了起来 隐约有点灼热 也就是一两秒的功夫 这幻觉不见了 沉重的脚步声向着远处而去 卢米安又等了一阵 直到脚步声彻底消失 才缓慢直起膝盖 转过身体 探出脑袋 望向前方 那怪物更远了 到了那洞两侧玩好中间坍塌的建筑后面 于淡淡的灰雾里显露出半边身体 他依旧背对着卢米安 仿佛变成了雕像 卢米安悄然松了口气 面对这种怪物 他可没有一点把握 直接从这里深入废墟肯定不行 绕过去 其他地方就没有类似的怪物了 越是接近那座山峰 出现的怪物就越强大 卢米安缩回身体 想了一会儿 决定今晚就此结束 他打算天亮后找给自己塔罗牌的那个女人问问 看有没有对付三脸怪物的办法 实在不行再考虑绕路 他攻着腰背 脱离墙壁 向着来处而去 这个时候 他有了个想法 我在这片废墟里入睡 会不会也能脱离梦境 考虑到周围怪物众多 他暂时压下了尝试的冲动 返回的途中 他快速搜寻着路过的每栋被毁建筑 但都没找到有用的文字资料 就连钱币也只寥寥几枚 后撤一阵 卢米安想了想 决定稍微绕点路 从侧面临近最早抵达的那座被烧毁的房屋 也就是他掩埋无皮怪物的地方 他是想观察下 那个怪物的死亡是否会被他的同类察觉到 是否会引来某些变化 找到位置 藏好身体 卢米安从侧面探出脑袋 望向目标区域 下一秒 他又看见了道身影 那身影半似人类半似野兽 双腿向前折起 蹲在那里 检查着无皮怪物的尸体 他已弄开了卢米安堆上去的石砖和木块 他套着深色夹克和较为紧身的泥泞长裤 黑色头发乱糟糟地 油腻腻地劈到了脖子处 身后背着把猎枪 猎枪 卢米安忙将视线移开 脑袋收回 这些怪物真是离谱啊 居然都会用猎枪了 这个瞬间 卢米安有种自己是猎人 带着武器和伙伴上山打猎 结果发现对面那只兔子正架着水冷机枪 瞄准自己等人的荒诞感 幻灭感和失落感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他耐心等待着那个被猎枪的怪物离开 终于 他听到一阵轻微的动静声响起 逐渐远离 卢米安小心翼翼地又探出脑袋 望向那个半人形半野兽的怪物 他以猫的姿态行进着 向建筑后方而去 卢米安先是落下了吊着的一颗心 紧接着又睁大了眼睛 他发现那怪物走的地方和他之前深入废墟时的路线完全重合 他在追踪我 他有很强的 超越正常的追踪能力 卢米安下意识做出了判断 他无比庆幸自己回来时突发奇想 绕了下路 要不然肯定碰个正着 甚至会被埋伏 那怪物身影刚一消失 卢米安就迅速起身 向自家狂奔而去 那洞房屋底层的玻璃窗上映出的赤红炉火就像是能驱散黑暗的阳光 卢米安一路跑到了自家那洞两层建筑外面 拉开虚眼的大门 冲了进去 等繁锁好门 他才通过窗户 望向废墟 挥晤远处 废墟边缘 隐约有道身影站立 但没有往这边靠近 呼 卢米安吐了口气 准备熄掉炉火 上楼睡觉 离开梦境 他瞄了眼还在燃烧的炉火 心里犯了嘀咕 他还能烧好一阵 可以试验一下 看我脱离梦境后 他是继续燃烧 直至熄灭 还是定格在我离开的那个刹那 卢米安之前已通过下雨这件事情确认废墟所在荒野呈现自然发展的状态 与自己做不做梦没什么关系 但自家房屋内 所谓的安全区里 是不是同样的情况 还有待验证 他想到就做 给炉火又添了几块煤炭 拨弄了一下 然后才提着斧头和钢插上了二楼 进入卧室 卢米安醒来的时候 天刚蒙蒙亮 他检查了下衬衫模样的睡衣 不出意外又颇为失落地发现那些金币 银币 铜币没有跟着他到现实来 翻身起床 活动了下身体 卢米安走到书桌前面 伸手拉开了窗帘 伸拉的声音里 柔和而沉静的光芒流淌了进来 而随着窗户的敞开 清新自然的空气钻入了卢米安的鼻端 让他忍不住伸了个懒腰 觉得有时候早起还是挺美好的 当然 这也得感谢罗塞尔大帝强力推行的爱国卫生运动 哪怕这对乡村的影响不是太大 也终究带来了一定的改善 至少粪便变成了宝贝 不会到处都是 也感谢后来的执政者们保留了他 只是换了个名称 他目光四下游动着 时而看看远方的山林 时而眺望天边染上橙红的云朵 时而观察房屋外面的杂草 突然 卢米安的视线凝固了 他看到不远处的一株鱼树上 停着一只体型较大的鸟 纳鸟嘴巴尖尖 脸型似猫 褐色的羽毛上散坠着细斑 棕黄的眼白配着黑色的眸子 显得非常有神 这是一只猫头鹰 他似乎正看着卢米安 我可以显得两个小级并北架里的表现 其实他为止含着重大的肌被带的头颜色 和原调的肌氏 时这个颜色肌肉的颜色 可放下来我们也看到他在我的颜色肌肉的颜色 然后再看着它很明 这样 下来我们下来我们下来 休息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